奶奶,我这有个事要说呢,看我们拿到了什么 请柬,那哪里弄的 这个呀,之前北城白宝阁宴请凌流 就给我们邀请过,这次亲自把请柬送过来了 这不是我们家举行的拍卖会吗 有什么可稀奇的 这白宝阁的请柬,难得一遇啊 可是,就一张,只能去两个人呢 妈,我老婆是做珠宝生意的 我们两个这次去,最合适不过的 我就是白宝阁的寿主 这个请柬上明明写的是我姑老公的名字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安琪,你就是个宝洁小妹 还想跟北城的豪门攀人关系 你要不要脸 还少主呢,就你这样的人,去给人家打扫茅房都不配 还少主呢,就你这样的人,去给人家打扫茅房都不配 自取其辱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打电话给白宝阁 他跟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闭嘴,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妈,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我 安琪,别说了,安心不够多人呢 老公,你信我,我真的是 够了 就你们俩去吧,我也累了 慢点儿,奶奶 慢点儿,奶奶 小千儿,管管你那有病的老婆吧 他脑子有病,成天胡说八道 别以为你们上次赢了 拿个手肘跟项链想讨好奶奶 在林家 可是用实力说话的 你们休想跟我们斗 别以为你们上次赢了 拿个手肘跟项链想讨好奶奶 在林家 可是用实力说话的 你们休想跟我们斗 老公,您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不好 你是不是想去拍卖会啊 拍卖会上,我能认识不上的 我想你接着这个机会 给人家多拿些可遵 老公,你放心 这些事我来安排 老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要老说大话 白宝哥的拍卖会 哪有那么随便就能安排上 别人不行,可不代表我 老公,你等着就行 白宝哥的拍卖会 哪有那么随便就能安排上 别人不行,可不代表我 老公,你等着就行 少主,您收到邀请了吗 老爷特地嘱咐送给您呢 哦,知道了 你给我准备一张勤简送过来 好的,少主 哦,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老爷身体有好转了 只是少主 老爷他很想念你 这次拍卖会你就回来看看吧 我会看着办的 好的,少主 今天外边天真热 老公,你回来了 你上班辛苦了 你想吃什么呀 我给你做 啊,不想吃 没胃口 想吃什么呀 我给你做 啊,不想吃 没胃口 老公 你心情不好 那我给你个惊喜啊 你看 这是什么 啊 就是 拍卖会的请柬 你在哪里弄到的 暂时不告诉你 怎么样 现在心情好点了吧 谢谢你 老公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 太重要了 老公 你就不用谢我了 我说过 我会保护好你的 只要你想要的 我都会尽全力帮你的 我一定会努力的 抓住这次机会 夏儿小姐 请出这请柬 请柬在这 请问最位小姐 你是白宝格的 少女 夏儿小姐 请出这请柬 请柬在这 请问最位小姐 你是白宝格的 少女 对呀 你怎么知道 我是白宝格的少主 请柬是我送你 只有安家小姐 才有这样特殊的请柬 我就说这请柬 是送给你的吧 还真是送我的呀 安小姐快请柬 安管家已经赶快拨失了 安管家 安管家是谁呀 他等我做什么 请跟我来 老公 白宝格的管家 怎么突然找我了 哎呀老婆 我们进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怎么可能 我爸妈都没跟我说过 哎呀老婆 你管那些干啥 我们进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等等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老婆 你管那些干啥 我们进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等等 你们怎么来了 安琪 小姐 你们赶紧滚蛋 谁让你们跟着跑到这儿来了 我们是来参加卖卖会的 不是跟着你们来的 小姐安琪 我劝你们赶紧滚蛋 在这丢林家的脸 看回去奶奶怎么收拾你 哼 你连请柬都没有 参加什么盘卖会啊 先生不好意思 盘卖会没有请柬 是不可以听你的 这个 这是我们的请柬 你的请柬怎么和我的一样 不会是伪盗的吧 不好意思先生 您的请柬没有主办方的前色 这不是真的 我就知道这请柬是假的 林小琪 你竟然做这种事情 真给我们连家丢脸 老婆 这怎么回事 这请柬怎么会是假的呀 老婆 这怎么回事 这请柬怎么会是假的呀 老公 你别着急 这个请柬肯定不是假的 这是安管家亲自给我的 安琪 你还真是不要脸呢 都到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狡辩 北城安管家是什么人物 他能给你送请柬 简直是笑死人了 大白天的 你不要做白天梦了 小琪 赶紧把你的保洁员媳妇带走 别在这丢人羡羊了 不好意思 这位仙人小姐 没有真的请柬 请离开 等等 我要见安管家 抱歉小姐 我们安管家不见外人 如果你们不走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丑丑闹闹成何地动 到底怎么回事 管家好 这位仙人小姐拿着甲子请柬 想要混进去 让我抓住 这位是安管家吧 丑丑闹闹成何地动 到底怎么回事 管家好 这位仙人小姐拿着甲子请柬 想要混进去 让我抓住 这位是安管家吧 请柬 是你给我的 他们说是假的 少主 少主真是不想暴露身份的 就是他们拿来的假请柬 我看看 这就是真的 您就是安管家 您好 不过您是不是记错了 这个请柬上 没有签字盖上呢 这个请柬是我亲自弄的 自然没有盖上 怎么会这样 既然是真的 你是哪位呀 我是林家大少爷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妻子吗 我妻子就是白宝格的安美乐 安管家 是不是我们让你久等了 不好意思啊 都怪这个安琪跟小琪 是他们耽误了时间 等等 我等的人可不是你们 我等的人可不是你们 什么 不是在等我了 那刚才 这位先生说 您已经等我很久了 安管家 这请柬是你让我给安小姐的 他说他就是安小姐 胡闹 我要等的人可不是他 安小姐 林少爷 VIP包箱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请跟我来 管家 你有没有搞错 安琪 他就是个保洁小妹 是呀林管家 你可不要被他们骗了呀 闭嘴 我还不至于老眼呵呵 不知道我找的人是谁 两位最好客气点 否则立刻离开 两位里边请 二位里边请 两位里边请 安小姐 林少爷 里边请 拍卖会即将开始 针对客人不需要付钱 所以两位有什么需要 直接拍下就好 看着呢 就能免费拿走 不需要用钱 是的 林少爷 只要您喜欢 可以免费送给你 难道我们看上了 怎么能免费拿 二小姐 说笑了 只限三样 至于价格 没有限制 知道了 下去吧 好的 两位有什么需要 请尽管吩咐我